陳時中不是仇恨值高 不只最高 你要看喔 因為TPS做的名字當中 是有不太喜歡跟很不喜歡 也就是討厭跟很討厭啊 講話是25% 15%討厭 10%很討厭 我們這樣講比較不要懂了 這個討厭跟很討厭 很討厭的比較少 可是陳時中完全不一樣 倒過來反而是討厭的18 非常不喜歡的33 仇恨值爆表 如果照這個來講的話 你看喔 黃珊是這樣子 137 所以最討厭黃珊珊的 7 不喜歡黃珊珊的13 陳時中不只是51 他這只是33 他是蔣萬安跟黃珊仇恨值 真的討厭到底 因為討厭一個人說 我不喜歡他 可是我可能不一定 投票給他對手 我就不理他而已 可是非常討厭他的話呢 第一個我要投他對手 第二個我要把他票拉下來 欸你不要投給他啦 他就投給他 所以陳時中 有仇恨值這麼高 基本上當選 以今天來講無望 可還有53天啊 第二個 棄城保皇 也就是棄掉陳時中 把票投給黃珊珊 那個基礎 最近有很多網友 寫信給我 都問我會不會發生 我是覺得不會 理由很簡單 因為2014年的時候 民進黨根本沒有候選人 連續輸了那麼多年以後 謝陽廷也輸 孫生昌也輸 行政院長來都輸 已經覺得台北市不會贏了 又放給柯文哲選 凡太也不會贏了 隨便 當時一開始是這樣想的 結果沒想到贏了 那對民進黨的質疑來講 當年2014年亮哥還是柯文哲老師 還教他對不對 所以是全力支持他的 綠營的台北市選民 看柯文哲就自己人啊 這是我一定投給他 沒有任何問題 對2014 到了2018 那撒卡都這次做比較對不對 他當時在看柯文哲 四年前觀眾朋友 還覺得說 這個有一點 就是我們已經沒有那麼好了 可是要讓丁守中當選嗎 民進黨覺得不要 一半自己人 可是觀眾朋友 過去這四年 所有比較親綠的媒體 是每天用擦沙包 檳榔再打柯文哲 而且後來又成了一個民眾黨了 現在台北市的綠營支持者 他可能恨柯文哲 還比恨國民黨還多一點 所以這種狀況之下 怎麼會去轉移讓柯文哲的 就是說我沒有辦法看到 蔣萬安當選 但黃三我可以 這種聲率其實不多 所以我說 他有可能 因為陳時中的本身條件不好 我很羞愧 我不想去投票 他就沒投了 有可能 但你要說 我為了不讓蔣萬安當選 所以我寧可黃三蛋 把所有陳時中票都投過去 就像姚文哲那樣子 我講 其實姚文哲也沒有 也沒有那個條件 他是因為四點過後 大家還在排隊 一看到就是 絕對不會贏 已經就是 沒有任何希望 沒有懸念 所以才改投過去 不知道多少票 可能一票 可能一千票 可能幾萬票 那今天這個狀況 我們今年沒有十大公投 不會拖到兩點啊 那這種狀況之下 你說名將是要嘛不去投 你說我去投之前 就決定說 我放棄陳時中 我要投黃三 那他就不是我TA 那個35%的勝率 就不是那些人 所以選舉的時候 你說這個有沒有天意天命 丁守中該贏的 結果就真的沒贏 選前民調是贏的 真的凹死了 2018有一個特別因素啦 因為只有臺北市撒卡路 那民進黨其他地方大部分都一對一嘛 所以不想得罪柯粉 因為那時候柯文哲還跟我們關係沒那麼壞 所以就覺得說其他各縣市也有柯粉啊 那幹嘛要跟他對干 所以那個氣保就更容易啦 那可是今年 今天不一樣 民進黨跟柯粉已經完全對決了 老沈覺得呢 昨天發表的PBS的民調 跟上一次相隔一個月嘛 這個第二次的民調的結果 我是期盼很久 我急著要看 在證實上一回跟這一回 趨勢完全一致 拉開了拉更開了 但是呢走向 還有裡頭的道理完全一致 因為第一次很多人就看錯了 以為這個黃三三跟蔣萬恩是重疊的 所以呢 這些側翼啊 這些晚間的這個綠台的 這些民嘴都講就是說 要拱黃三三來壓 講完了 一開始 結果搞錯了 你壓了 你拱了黃三三 結果是壓到陳時中 但後來他覺得 錯了 我現在要殺黃三三來救陳時中 這個好像以為也錯了 為什麼呢 現在陳時中跟黃三加起來45% 除非其中一個掉到5%啦 要不然根本沒有辦法跟蔣萬恩抗衡嘛 所以很多人不管不管綠啊 都講說如果黃三有20% 蔣萬恩就死了 我說這個黃三三只要挺住在17%以上 陳時中就死了 現在呢 我更進一步講 沒有黃三三 你陳時中也這樣打不過 講完了呢 一對一也打不過 你知道他已經完了 已經沒有人了 他的基礎真的比民進黨還小喔 真的是已經更小的事情了 不過這從另外一個小組也證明 說民進黨對台北市真的是不了解 他以為用他一套的想法 就沒想到結果是這樣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